老实讲,我觉得仙女的爆米花就应该是粉色的吧 嗨,我是张粗粗 还记得上次我野餐的时候带的超大桶爆米花吗 没错,早都被我吃完了 所以我就立马把它装满 我买了一大袋玉米 说是可以爆出球形爆米花 不过我家没有大锅 只能一小锅一小锅做 锅内倒一点玉米油 等油微热的时候倒入一粒 接着搅拌一下 等到第一粒玉米爆了之后立刻盖锅盖 然后就会听到 好家伙,噼里啪啦跟过年似的 等玉米们过完年 就可以顶着新烫的头出锅了 但原味的怎么能满足我呢 白色和粉色巧克力一起搁水融化 然后倒入爆米花 把它们揪拌揪拌 它们就会染上粉色的头发 成为玉米界最时尚的宠儿 最后你就能得到一个爆米花砖 什么,它还不够大 那这个怎么样 造型不好看 那新型的喜欢吗 最后把所有爆米花装进桶里 虽然有点费时间 但也是很治愈的过程 今天就带着它们去看电影啦 约嘛 港针 这在小丸子界算高颜值了吧 嗨,我是张促促 今天挑战全网最好看的小丸子 欢迎battle 可以认输 材料混合均匀后开始揉 从续状揉成团状后 用力拉扯 几十个回合下来 它们就变成了一个圆吨吨的小面团子 拿出我妈打我的 哦不对 是我妈擀面的擀面杖 把面团擀成一张大饼 最后拿出醋师傅的压花神器 把面团压成各种形状 小丸子的颜值全靠它了 接着下锅把它们煮熟就可以啦 煮熟的小丸子们急需泡个澡 我一共做了两杯 把西米和小丸子放进去 毕竟只有泡过澡的 才能变得更美味 满满一大杯吃起来超级爽 可以用来当早餐吃 没错是吃 毕竟元气满满的一天 要从吃饱开始呀 最后给你们康康偷丸子的鱼丸子 不会做洗洁精的美食博主 不是好席万工 嗨 我是张醋醋 想不到吧 今天又是我不务正业的一天 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自制洗洁精的教程 还是橙子味的 作为家里的资深洗碗工 必须要试试 不过从包橙子皮开始我就后悔了 包了半个多小时 上次做土豆泥废掉的时候 今天宣布二次报废 经验告诉我 橙子皮不用包那么完整 因为还得把它撕碎 然后倒入刚好没过橙子皮的95度酒精 因为浓度比较高 一定要谨慎操作哦 接着盖上盖子 让它们静静的待一周 剩下的橙肉 我一部分榨了橙汁 另一部分熬了酸酸甜甜的橙子酱 全部都没有浪费哦 一周以后 这时候橙皮已经泡出颜色了 把它们过滤掉 然后倒入300毫升椰子油起泡剂 和一点点植物甘油 把它们揪拌一下 一瓶橙子洗洁精就完成了 说实话还是有点激动的 毕竟第一次做洗洁精 以至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把手给弄烂了 洗洁精虽然是液体 但起泡效果还是很乃丝的 随便抓一抓就满手泡沫 清洗效果也很不错 你看我的小黄鸡 浑身上下都写着满意两个字 不过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竟然会染色 笑死又是不务正业的一天